来 谢谢你帮我拿行李 我喝下去 应该的 艾经理 全车厢只剩下这两个空位 如果你介意跟我挨着 你可以跟别人换座 我介意 这可是你说的 别到头来说我不注意分寸 不保持距离 这次去深圳人生地不熟的 既然你让我知道 你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 我再跟你保持距离 不顾你安全 我算什么男人 我想把她藏在梦里边 我再在梦里边 去哪里边 心情很美 沐浴在时光的里面 床外的风很温柔 想你的手插进我发箭 那一天匆匆的邂逅 阳光灿灿心若触点 你转身我回头 人群中是否我最鲜艳 你多轻的眼睛 它却总在你是我的眼 你温柔的眼睛 我想把它藏在弄里边 怎么了 没事 换你衣服 身车快大了吧 你是我的眼 你温柔的眼睛 我已把它藏在梦里边 你温柔的眼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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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红霞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刚才第一眼都没敢认 我也没认出你来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你抱歉啊 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 没法去接你 只能让司机跑一趟了 红霞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我这次来可要麻烦你了 薇薇 我忘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不叫红霞了 叫我露西 忘了忘了 露西 先生 您需要帮忙帮忙 我 谢谢啊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上玄境府 这小脸可成蛋的 能掐出水了 你看看现在 都干成沙漠了 我这就叫乌销随俗嘛 薇薇 你的行李放这儿了 好 谢谢 我先撤 这位是 是 红霞小姐 你好 露西 露 露西呢 我是姚薇薇同事 我叫艾长安 你好 你好 喂 这是同事 还是护花执酒呀 走吧 请你们喝咖啡 我就不去了 我住的地儿 好像就在这儿附近 我自个儿去就行了 再见啊 别啊 我作为薇薇的老同学 你又是她现在的同事 请你们喝杯咖啡是应该的 走吧 走 走吧 这一顿才够累的吧 敬我啊 要不怎么说这咖啡提神呢 我看就是以毒攻毒 这苦得我顿时就清醒了 我以为你们男士都爱喝美式的 不不不 第一次喝 我这杯是拿铁 没那么苦 你喝酒给它 不不不 我我不喝了 你喝吧 我喝不惯了 你那要不加点糖 算了 算了 杨伟伟同学 你这次咋去了华七 你现在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从前那个上海小姑娘的腔调 我要太浓了 美洲红房子 西餐厅 吃牛排 喝咖啡 那生活过得相当精致 全把哪一个同学不羡慕你的 那会儿你可是全校女神 人在时光的流年里 总是要改变的 我希望我们都越变越好 还是你杨伟伟会说话 你咋啦 没什么 看到了一个讨厌的呗 这刚进公司 就一副药物扬威的样子 买单 别别别 怎么能让女同事买单呢 我来我来 行 那就谢谢了 别别客气 艾长安 你带的钱够吗 不是 三杯饮料的钱 我还是有的 对对对 来 谢谢了 这么贵啊 艾长安 你还当真啊 我跟你开玩笑呢 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那我这个东道主意 太不够意思了 不不不 还是我来 还是我来 给我吧 我来 别别 那个挂威曼照照 好的 给我一个笔 我签单 好的 谢谢啊 谢了 这谁的 没关系 我说 那是我的笔记本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的情趣是想给我 我 怎样 看到笔记本里的自己 我一下认出来就是你 可是我又不敢确认 我就一页一页地翻 一字一图地看 每个字 每个图都告诉我 就是你 可是我越确信 我就越害怕了 怕这是一场梦 你眨眼什么都没有 本人 一般 就这么说 不应该是 演唱 你 彼此 这 不应该是 可能 至少 这几年 过得还好吗 上来 我说你怎么半天不回去呢 原来是在这儿碰到老朋友了 艾长安同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几年没见 就把咱们革命有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以前你不光直呼我大明 还敢指着我鼻子骂我 可从来没叫过艾长安同志 不好意思 是领导宴起了 我们赶时间 我们赶时间不能知道 等一下 艾长安 快松开 艾长安 这是我们威曼的展销会 来宾众多 大家都看着 你能不能深识一点 这是我的名片 忙过这几天 咱们再续酒 小夏 你笔记本里画在孙悟空 我看到了 哦 脸庞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去着大海的方向 你的景气像是给我 哦 怎样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去着大海的方向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去着大海的方向 你还好吗 我去到车里面 委托我收拾 我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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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曼大众花旗副总经理徐迟 你测可 请出示三证 身份证 边防证 暂助证 好 来 对不起 我没带包 在招待所上 要不我给您拿着去 戴总 不是 秦总好 干吗呀 我是没带我又不是没有 要不您跟我去招待所看去 在我们这儿见证放人 戴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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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那你一个人啊 还能有谁 那个艾长安没来看你啊 他怎么会在这儿 他去找住处了 也真是的 他到现在也不来个电话 不知道安顿好没有 特想跟你八卦一事 你跟这艾长安到底什么关系啊 就是普通同事关系 不对吧 你是不愿意告诉我吧 行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问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 人家心里还揣着个人呢 你说的这个人 不会是沈夏吧 你认识沈夏 当然 他可是我们南方分公司的总经理 我的顶头上司 总经理 嗯 怪不得能在威曼展校会上碰到他 那徐迟呢 也是你们威曼的 嗯 徐总可是我们威曼大中华地区的副总经理 南方分公司可是他一手创建的 你说 你们四个都是一个厂里出来的 今天见到这个艾长安怎么 涂里涂气的 那跟徐总根本没法比 Lucy 改革开放虽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但也不能为金钱试论吧 再说 艾长安现在是没什么钱 但他是个铁针针的汉子 哎呦呦呦 我看你对这个艾长安真是情深意重啊 处处维护他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上过战场 经历过生死 失去过战友 在战场上他永远不会做逃兵 他对华旗的感情比谁都重 在他心里 华旗永远不能熄火 嗯 我刚到华旗的时候 他的一些想法 一些行为 在我看来 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可他就能一腔热血 带着所有华旗的人一起 把很多事都做成了 他重感情有信念有担当 完了 杨万威同学 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艾长安 我承认 我没有办法回避对他的感情 但我没有祈求他一定要对我的感情 做出回应 毕竟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嘛 进去 我要三次放我出去 我警告你啊 再喊就是扰乱公安之法的 触罚才对严重 你谁啊 小队 你有三招还怕什么呀 再这么闹下去可真出不去了啊 坐点歇会儿 好欢迎啊 我说你 几个意思啊 瞧我作味啊 别提我 我听你怎么了 你 小子几个意思啊 让你别动 捆腻了是吧 这什么地儿啊 还闹呢 再这么下去省打家斗殴了啊 兴致可变了 没事吧 算了吧 可是咱们就要来 睡吧 没想到去吧 你帮我呢 老婆呢 我帮你坐三兆吧 路过去 来 我帮你了 我怎么能够出去打个电话呀 我这三兆落在招待所上 让朋友给我送过来 谢谢啊 谢谢啊 对不起 先生 我这里真的查不到 杨维远小姐的住宿 那你再帮我查一下叫 叫 叫 叫这个 叫路斯的 路斯小姐 订的旁间 路斯 这是英文名字吗 请问中文叫什么名字呢 中文呀 中文 中文 对不起 先生 如果您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这里是没办法帮您查询到的 什么 找不着人 我 我再打一个电话 好吧 谢谢 谢谢 喂 徐迟 我是海诚 这么晚还加班呢 那个 我就不卖关子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的这个三证啊 落在了福田路的营临招待所 我出门的时候吃饭忘带了 现在被抓到派出所来了 能不能帮我送一下 但是这事麻烦你 别告诉沈夏行了 好 许臣 女追男隔层纱 这层纱呀 它就是女人的脸蛋 这些都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 今天特意带过来送给你 好玩吗 好玩 还有啊 就酒店的洗发水沐浴露 都是大牌货 你别舍不得用 明天早上起来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告诉你 这男人呢 都是视觉动物 不用了 艾潮严不是那样的人 就算是以前的我 她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 以前的你 不是也把小刘 迷得神魂颠倒的吗 她跟小刘不一样 男人都一样 也许那个时候 她只是不敢正眼看你罢了 你看看人家沈夏 现在可是我们南方分公司的总经理 十二人 从名字到气质再到外形 这都是最新潮的 不仅是研究生 人家呢还在国外度过精 你再看看现在的你 你这从里到外 都已经输给人家了 你要再不改变 怎么跟人家竞争啊 准备了 还有一个人 但那你没办法 是怎么说的 可以 我确定还是另向其他者吧 人一句话不说 摆明了是拒绝你啊 你是干什么的呀 打工是吧 打 打什么工啊 汽车制造厂吧 什么汽车制造厂 不是 你怎么话这么多呀 我这么烦着呢 滑气 滑气 陕西滑气 你知道吗 就是陕西那个滑腾汽车制造厂 你俩真正卖车的呀 你买呀 我可买不起 我就是个小四季 不过 我们沙海开发集团 肯定买 肯定买 你不记啊 国伟和吴总开车车那个 听他打电话 说今年要更换一批新的卡车 不是 我们集团是 香港合资 主营房地产开发的 什么呀 就同时有六五项目 再多 我觉得吧 能不能受那么多的 纪少制办一一两百才大快什么 大姐妹呀 不是 哥们 哥们 你怎么就能确定 你们公司会买我们滑气的车呢 我们吴总创业那会儿 我就跟着他了 我们吴总经常提起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是你们滑气的一个人 把他从火坑里拉出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生意是越多越好 他也越来越忙 但他对那个人啊 一直是念念不完 兄姐 你要真有本事 就把吴总的恩人请出来 这恩人一开口 这事不就成了吗 所以说 你们老板跟我们滑气 还挺有缘分 这趟举手没白信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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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称呼 咱们俩 要是都出去之后 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你们老板 班长 诶 有用力送三丈了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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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出去了 那个 你三丈在哪儿呢 我帮你拿去 好 你是滑气的人 念吴总那份情 我信你 我的三丈在吴总的专车上 是一辆黑色的奥地衣服 嗯 你明年轻生 拿了证 赶紧走 千万别让吴总发现 嗯 不然他就把我给开了 好 好嘞 来 诶 不是 你 你们公司叫 叫 汉海 我姓周 对 汉海集团你姓周 你老板姓吴 黑色奥迪一百 对不对 好嘞 我 我等你啊 谢谢你啊 杰儿图人 爸 这位女同志 把你的证件带来了 三丈都齐 你可以走了 没想到 是你接的电话 这么晚了 你还在徐迟那儿 不该想的别想 不该问的别问 我们是在工作 小夏 谢谢你帮我 我帮你 是出于旧相识的道理 没有别的 我还敢回公司 我送你了 你干什么 小夏 这五年 我以为我才能见不到你了 既然老天给了我机会 让我在这儿遇见你 我必须当面跟你解释清楚 以前的事 都是我的错 跟我回话期吧 艾长 我告诉你 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 都没有用 我们之间不知道有一座多高的山 即使你再有力气 哪怕你腾云家务请来各路神仙 只要这座山不同意 你就永远都越不过去 这就是现实 别白费理气了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这座山放下它的成见 直到它接受我为止 你还不明白吗 这座山 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我问你 你心里 还在意我吗 小夏这 这五年我每一天都在忏悔 我每一天都想见到你 因为我确定 我这辈子认定的那个人就是你 所以无论前面有多么大的困难 只要你给我一句肯定的回答 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去努力 我从小在这座山下长大 它是我坚实可靠的避风港 只要有它在 我去不了一些想去的地方 看不了一些想看的风景 我都愿意在它的山脚下 跟它相依作伴 我不可能跟它作对 不可能 那为什么 拿走你日常的送过 我知道你冤枉 我知道你冤枉 但是你心里 还有我 对吗 我的确拿走了你眼仗的送过 但不是因为惦记你 我把他埋了 我要让他代替你 向我父亲赔罪 那你不如直接把我埋了吧 过去的艾长案 我早就埋藏在我的记忆里了 你把过去的沈夏 也忘了吧 现在的我 是威曼南方分公司 总经理贤罪 老夏 这 这五年 这五年我一直都在反思 因为我知道我的鲁莽 受到伤害最大的那个人就是你 这五年 我既想见到你 我又怕见到你 别说了 艾长安 我只能告诉你 我不可能让我妈再受伤害同时 我也不能让我再受伤害 艾长安先生 请你下车吧 艾长安先生 好 我别问 我别问 你不就是 你应该是 wont的 你想要啊 小刹长安先生 可以嗎 不是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 别说 我给你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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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当你半天了 要是汉海集团这订单拿下来啊 销售经理的位置 一定就非你莫属 等你当了经理 可不能忘了我这提供情报的人 凉皮 扫子面 腊汁 肉夹馍 还有干粒果 一样不能少啊 在了吗 昨天晚上 说好到了招待所给个电话 电话呢 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昨儿 喝了点酒 犯困就直接睡了 要不是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凉皮 扫子面 腊汁 肉夹馍 高溜酒 算我的 谁稀罕 艾长安 你是不是忘了到深圳干吗来了 汽水生产线的生意不谈了 谈啊 我明儿去谈 我今儿先陪你去这汉海集团 看看这吴总 到底和咱华气有什么怨远 前几天你们的展销会 我们集团派人去了 看过的都夸你们的卡车技术先进 品质上乘 只不过这个价格嘛 超出我们的预算很多啊 关于价格方面 沈总 吴总 您应该知道 TCO这个概念吧 总拥有成本 对 比较一辆卡车买得值不值 不能光看它的标价 还应该算一算 从前期采购到后期使用 维护的成本是多少 一辆威曼卡车的价格 几乎要比同等吨位的国产卡车 贵百分之五十左右 光听价格 很多人一定会选择国产卡车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威曼卡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故障率低 运输效率高 在用车的周期内 多跑的趟数 完全可以把客户采购时 多花的钱都赚回来 你们汉海开发集团 可是一家与香港合资 实力雄厚的大公司 我们已经了解过 你们在省内 同时有六个大工程在开工 为了保证那些大工程 能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你们在选择生产设备 包括运输车辆 肯定都要采购 国际上最好的品牌 最好的产品 我这么说 您肯定认同吧 不知道有一点 您平时有没有想过 车队最怕什么 当然是最怕出事故了 对 一旦有事故发生 且不说影响工程进度 万一再有人员受伤 那集团的损失可就更大了 我们威曼南方分公司 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仅要为汉海集团 提供优质的销售服务 将来还要提供优质的 售后维修服务 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吴总 听完这些价廉炙烈的 国产卡车 和价高至优的 德国威曼 您还会选择前者吗 让我二选一 那吴的回答是 不会 就像你们二位 离开了华企 选择了威曼 看来 吴总对我们过去的经历 非常了解 但就这一点 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你们威曼这么大的 国际品牌 进驻深圳市场 其他的车厂 都虎视眈眈地盯着 还需要我去做调查吗 我也只不过 是听一个 做卡车销售的朋友 随口说了那么一嘴 两位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 想向两位打听一个人 您说 滑稽的一个司机 您好 请问你们找谁 我们找吴总 吴总 有预约吗 什么 预约 没预约呀 没预约欠不了吴总 请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 兄弟 麻烦您打个电话给吴总 就说滑稽的朋友来找他 你们要见吴总 一没预约 二又没他电话 怎么可能是他的朋友呀 别在这儿烦我了 赶紧走吧 别别别 行行行行 我们真是吴总的朋友 这大老远坐火车 从大西北来的 挺不容易的 您帮忙通知一事 麻烦您啊 喂 派出所吗 我这儿有两个人 估计是没三证 嗯 你带三证了吗 好好好 行 好嘞 好 好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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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听我 您是吴总啊 你好 你好吴总 那个 我们找您半天了 你们 华气来的 就是那个陕西华腾汽车制造厂的 对 早晚什么事啊 听说贵公司准备要买一批卡车 这都听谁说的呀 听您那司机小周说的呀 而且他还说 当年在您最困难的时候 是一位华气人 把您从这火坑里给拉出来的 你们这些骗子 边故事也边真一点 嗯 我给你们说吧 一 我不买汽车 第二 我们公司就没有叫小周的司机 第三 我和这个快破产的华气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大温 你说谁快破产的 我告诉你们啊 派出所马上就要到了 要是再赖着不走 就等着被抓吧 咱们以后说话注意点 哪有天上掉线饼的好事 你那个叫小周的朋友 看来真的是个骗子 是不是骗子 刚找到车再说吧 从西安交大退学以后 我自愿回到了新疆 先是留在了 当地正政府工作 我的父母啊 都是当年的制编青年 后来也留在了那儿 我想帮着乡亲们劳动致富 就组织了一个农业合作社 想把当地优质的哈密瓜 给卖出去 可是收货商说变卦就变卦呀 几万金瓜 一下子就没有了销路 乡亲们急火攻心 我的老师也一下子病倒了 那个老师 从小就对我很好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无奈之下 我只好组织乡亲们摆摊卖瓜 但是收效甚微 就在大家焦头烂额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位滑气的司机 他拿出了所有的钱 来买了我们的瓜 同时也感染了他的朋友 也拿出了所有的钱 就是这笔钱救了我老师的命 也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虽然这事已经过去了五年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那位司机的恩情 两位以前在华旗待过 熟人肯定比我多 熟人肯定比我多 所以就想请两位 帮忙打听打听 我 我们尽力 抱歉 吴总 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能答应 抱歉 没事 谢谢您的坦率 做不到的事情 绝不答应 这才是我们新时代女性 应该有的态度和性格嘛 吴总 您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 今天虽然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聊天 但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些 您能成功的理由 我以后 一定要多向您学习 我们相互学习 艾长安 你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这不就黑色奥地100吗 就是这辆 艾长安 你干什么 花期再困难 你也不能偷车呀 哪儿跟哪儿啊 我不是偷车 我是救人 救谁啊 哪儿哪儿哪儿 不是你还在信那个小周的鬼话 刚刚你也看到了那个吴总 口口声说说不买车 也不认识小周 更和咱华其没有任何关系 那现在 连小周给你的车钥匙都是假的 这不明摆着耍你吗 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不是 就算他是骗子 他能骗我什么呀 我一没房二没地的 我还期待着我们汉海能跟你们威曼合作 同样期待 吴总 他去那边找找吧 不是 你去哪儿找 这里就没有第二辆奥迪一百了呀 万一那边再有停车场呢 也怪我 当时没记得车牌号 他 怎么了 喂 你 你怎么穿一高跟鞋 中看不中用呢 你才看见 你站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 来 来 把鞋先多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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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你去医院吧 来 上来 不要 上来吧 别逞强了 快 放下来 放下来 别动 他脚受伤了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办点事 你们呢 我们也办点事 那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我们先 艾长安 你真的 不打算上去说句话吗 你觉得现在能说得清楚吗 能说清楚的话 自然能说清楚 你都念念心生 时过境迁 再莫让向往 原来回忆有你 才值得认诵 时光无恙 只是你都念念不忘 心又回想 在脑海总为我 你看那辆 是不是也是黑色奥迪一版 什么事过去的 刚停下 过去看看 我只能说 你们公司代理的卡车 我会重点关注 一会儿啊 我还有个会 就不送了 那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了 来 吴总 你们汉海的安保得注意了 最近深圳街头的骗子可多了 我刚一上大厦的时候 就跑来个骗子 说是 滑气的 当年呢 就是一个滑气人 把我从火坑里拉出去的 滑气 你确定吗 找到了 就是他 周德俊 没骗我 那吴总怎么说他没有司机叫小周 你们是谁 怎么在我的车里 不是 您千万别误会啊 我们不是偷车的 我们是小周的朋友 那 这钥匙 是他给我的 来帮他拿东西的 你是从华西来的 去过哈密 去过呀 您怎么知道的 买过一车哈密瓜 是吗 我是巴里昆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 我姓吴 您是当时卖哈密瓜那姐姐吧 是我 这我不是没认出来 这五年没见了 这真没 没认出来 吴志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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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比你们大 叫我吴姐吧 你们认识啊 认识 当年我跑车的时候 在哈密认识的 您姓吴啊 您才是这汉海集团的吴总吧 这才是吴总的 你是我的恩人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挺惭愧的 不不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叫艾长安 这位是我华西的同事 叫杨薇薇 你好 吴姐 你好 长安 你怎么会认识小周啊 她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没听她说 认识华西的人啊 你说这不巧了吗 我们两个 都因为没带着三证 被抓去派出所了 就这么机缘巧合下认识呢 吴姐 您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就是 小周出来啊 您别开除她 这样吧 我不去开会了 你去把小周接出来 好的 吴总 走 去我办公室聊聊 走走走 走 来 一 二 走 不好意思 散这儿 散这儿 好 来 来 行吗 可以 可以 艾长跟杨薇薇 居然出现在韩海集团 看来 华西也准备开发南方市场 华西司机在哈密 哈密 你 徐迟 吴总的安任是艾长安 看来不久之后 咱们跟华西 要在同一个战场上进行厮杀了 只可惜近几年 华西一直在走下坡路 早已是千疮百孔 不堪一击 现在想想 有点不太人心 现在的华气 我们未必真的了解 来 试一下合不合适 吴姐 您的钥匙 我今天啊 还托人在打听你的消息 没想到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当年一个举手之劳 让吴姐积这么多年 是我的荣幸 当时你能拿出身上所有的钱 来帮我们渡过难关 怎么能算是举手之劳呢 长安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如果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帮 吴姐 吴姐 你们汉海集团 是不是要给车队换一批新车呀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忙 我帮不了 汉海集团 毕竟不是我个人所有 我还得对其他的股东负责 而且 集团的大宗物品采购 都是需要进行招商的 卡车也不例外 如果你们想卖车 就来参加招标吧 好 长安 公司分明是我的做事原则 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不会不会 怎么会怪您呢 这公事公事四十四 不能破坏了您的原则 嗯 不过 我们这一趟也不想白来 吴姐 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在深圳 我们华汽 到底有没有发展空间 这次你们到广东 还去了别的地方吗 嗯 没有 这几个月啊 我一直在跑 我发现已经不是深圳 一个地方繁华了 整个南方都活了起来 当然 发展最迅猛的呀 还是特区 我敢断言 在接下来的几年 南方市场 对卡车的需求量 会非常地旺盛 据我所知 深圳有一部分 不缺钱的大国企 是直接购买进口的新车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公司和车队 是选择进口的旧车 比如说像我们汉海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进口的车 比国产的车贵 但是公司仍然愿意 选择进口的车吗 因为进口的车 故障率低 运输效率高 使用寿命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 卡车的总拥有成本 比它的价格更重要 也就是说 价格不是关键 质量才是关键 也不完全对 如果你们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 找到一个平衡点 价廉物美 我相信 有更多的公司 会选择你们的卡车 包括汉海 好点了吗 好点了 好点了 这鞋回头给你找个地儿 修好下 行 你就别上去了 万一碰到沈夏 你们多尴尬啊 谁给我吧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嗯 长安 南方这边有这么大的市场 你说短期内 咱们华企能推出 不适合市场需求的新车吗 别想了 明儿我去谈 汽水生产线的生意 你好好歇着吧 明天好好谈 有你们三产在身后支援 和汽前线的工人们 才能打好仗 好 慢点啊 拜拜 老朋友 不想跟我叙叙旧吗 我本来就想着 看看找个机会想跟你聊一聊 没想到这么巧 在这碰上 你说咱们俩这算是 有缘还是没缘 要么五年来 一面都没见 可这一见面呢 就是两天见了三次 请问两位先生 要喝什么咖啡 给我一杯美食 好 我就不要咖啡了 帮我倒杯热水吧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不提供热水 嗯 给他一瓶纯净水 谢谢 好的 其实他们家的咖啡豆挺好的 都是自己烘的 那些华丽胡哨的东西吧 我喝不惯 还是热水最实的 海长 海长 这几年 我对你有所耳目 我知道你去了三场公司 当经理 而且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现在看你 还是跟从前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 许臣 这几年我对你 一无所知 这次来才发现 原来你跳槽去了 德国威曼公司 西装革履 值得一满 变化不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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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撞吗 昨天晚上 我去办公室 看到沈夏一个人 在黑暗里发呆 灯都没开 我没敢打扰她 自己悄悄转身走 自从你出现之后 沈夏整个人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海长 你知道沈夏 能从五年前的 那件事情里走出来 有多不容易吗 那一年 她带着母亲离开了华旗 去了湖南老家 她一边要照顾她的母亲 一边还要瞒着她的母亲 偷偷摸摸地绘制 当年沈夏总工 未完成的二代发动机图纸 好几次 因为技术上的问题 得不到解决 而心理憔悴 后来在我的劝说下 她答应回京考研 但复习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半年 所以她就一头扎进图书馆 一扎就是一天 半年下来 每天都是如此 因为时间太紧 功课太多 好几次她激进崩溃 在我面前嚎啕大哭 好在很顺利 她顺利地考上研究生 在读研期间 她每天就是教室 研究室 图书馆 三点预线 很多次 因为实验数据拿不到结果 她可以三天三夜不合研 但是 再后来 研究生毕业 因为她也抱着技术报告的理想 所以在我的劝说下 加入威满 担任南方分公司的总经理 直到现在 海长安 这次 五年来 陈夏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看着她好不容易 从过去的意买当中走出来 好不容易可以独挡一面 大展拳脚 好不容易她的人生 即将走上正尾的时候 你偏偏出现了 这五年来我一直在保护她 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 任何事对她造成任何伤害 尤其是你 因为只要你出现 无论你以任何姿态对她来说 都是一种伤害 这一点 你承认吧 所以海长安 我希望你 尽快离开这路 毁你的华气也好 毁你的三餐也罢 继续卖你的汽水 继续卖你的烧鸡 无论你干什么 就是不要再出现在沈下面前 拜托你 你说 这五年你一直在保护沈下是吧 我相信 但是她接受你了吗 我保护她 跟她接受我 这是两件事 那也就是说她还没有接受我 当然 那许臣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 感谢 这五年以来你对沈下的照顾 你说得很对 我的确不能再伤害她了 就像你说的 你保护她 和她接受你 这是两件事情 我和你一样 我不放弃她 和她原不原谅我 这也是两件事情 我当然会回到我的华旗 但是 沈下就在这里 我以后 肯定还会再来 队长 你为什么非要纠缠沈下 因为我以前说过 华旗我守护 沈下 我保护 许臣 关于我和小夏的事 咱们就不要再谈了 但我想和你聊聊其他的事情 还聊什么 华旗 华旗这三年 连年亏损 处在濒临倒闭的电源 你在威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 担任高管 你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你能不能帮帮华旗 给华旗出出主意 接下来华旗该生产 什么样的重卡 如何在这个市场上去立足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 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 客观上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连年亏损 苟延残喘 那么破产倒闭 才是它最好的亏损 屈臣 不是 难道你对华旗 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错了 我对华旗有感情 但是感情 不会影响我对 重卡行业的判断 但是我 说真话 也是一种感情 你在华旗待过 参加过五改七的会展 你也亲眼见证了华旗七吨主卡 在市车场里吃车 你觉得华旗 会像你想象的那样 轻易喜欢 华旗 你跟薇薇去深圳做市场调查 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要不是和平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俩私奔了呢 葛太平 我们去哪儿需要跟你汇报吗 你是我们什么人 干吗对我那么凶啊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 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 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 要不然我会更凶 太平 帮我开一下 等你半天了 自个儿开 来 我来 我来 太平啊 我去深圳 是去谈这汽水生产线的生意 微微是去做市场调研 我们两个临出发的时候才碰到 根本来不及告诉你 太平 这事你可没自得说长安啊 你不也鬼鬼祟祟 走了好几天没告诉我们吗 呦 什么叫鬼鬼祟祟啊 哥们儿那是有正事的 那是 不说别的了 今天这顿接风宴 我请大伙甩开了膀子 敞开吃敞开喝 吃多少喝多少全算我的 那怎么好意思啊 你怎么欧着点 看着那小样子 妥妥一个爆发户啊 怎么着 出去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发了横财了 香喷喷的肉还堵不上你的臭嘴 这一桌菜不便宜 这铁公鸡愿意从自己身上拔毛 肯定有事 麻烦的 跟我们说说 不得不夸 你这鼻子比狗还灵 你这夸我呢你 你这夸我呢你 快说 哥说几个 我只能说 这销售经理的位子 我就不客气了 葛太平 话别说太早 菲菲 我劝你还是提前退赛吧 免得到时候场上输得难看 我不想难为你 你懂吧 谁难为谁还不一定呢 大铁 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啊 这趟出门 哥们可不是闲得没事瞎跑 什么意思 有什么收获啊 想知道 秘密 这是我的制成法宝不能外露啊 等竞选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知道 肯定惊掉你们的下巴 太平 在座的啊 你的竞争者可不止杨薇薇一个 是不是你 我没有啊 趁着大家伙都在 我正式宣布 华气销售经理这个职位 我也要竞选 你 你 薇薇 是你让这鱼木脑子开花 同意参加竞选的吧 行 还是你有本事 跟我没关系 我也是参选者 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一个对手 阿长安 嗯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在深圳 张安 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在深圳 我见到沈霞和徐迟 沈霞姐她怎么样 过得好吗 挺好的 她从北工大的研究生毕业之后 又去了德国进修 现在是德国威曼南方公司的总经理 厉害厉害 也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沈霞姐太厉害了 现在都在外企做总经理了 长安 嗯 你想参加竞选 是不是因为沈霞呀 是 但也不完全是 但也不完全是 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来 你们看看这个 怎么样 咱们说归说闹回闹啊 人家这AX90这么多新技术 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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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十二升的发动机的数据啊 最大马力四百二十匹 最大扭矩 一千七百三十牛米 哎 瞧瞧 瞧瞧瞧瞧瞧 好 你看 这儿还有空气悬挂 真是高级 高级啊 薇薇 还得谢谢你 要不是和你去看了 德国威曼的战校会 我现在还是一只警笛之蛙 在这儿呱呱乱叫呢 现在让我清楚地认识到 咱们华气的中考 和德国威曼这些 进口的重卡相比 简直一个就是天上的云彩 一个是地下的烂泥 这差太远了 哥儿姐 现在外面的人 都说咱们的华气 是只快死了的鸟 怎么扑腾都扑腾不起来了 就连徐迟 咱们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都认为今天的华气 已经不堪一击 到了要熄火的时候 我听徐师跟我说这些话 就像是一根根针扎在我心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华气人 我绝对不允许别人 把咱们看扁了 我要让他们 瞪大眼睛看清楚 咱们华气 有能力造出好的卡车 更有能力卖出好的卡车 好 长精神长安 我何小军一定挺你到底 吃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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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我给你吃点饭 我给你吃点饭 回来了 我爸爸在 他还没回来 哈哈哈 你就该去吃饭 你妈 他白天也要喝酒 你爸回来又敢说你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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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儿吗 在那儿 碰你咋男司警的干嘛是 干嘛能把你解决不 妈 长安要参加销售经理的精选 你说我该咋办 就为这儿 尼斯怕精整不过他 恰恰相反 这次我手里有杀手锏 只要我掏出来 我有一百个星期能当选 那还枯萨吗 妈 我欠长安的 别人不知道 可我忘不了 因为我的一封举报信 不仅害死了沈叔 还让长安跟沈夏被迫分开 我心里边的这根刺 已经跟肉长在了一起 再也拔不出来了 妈 你说 长安想当销售经理 我是不是应该成全他呀 可是 可是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是一个 我能够在我爸面前 抬起头来 一个让我爸能够为我骄傲的机会 我舍不得放弃 从小到大 我爸就没有正眼瞧过我 在我们这帮孩子里头 我就没有一样拔过筋 学习 学习我不如沈夏和春歌 我就努力 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大专 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可结果呢 人长安扭头就去当了兵 又从部队带着三等工回来 在场子里 他虽然到处惹祸 却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最后居然还能立功 妈 你看我爸看他那眼神 一股子的骄傲和自豪 好像长安才是他亲儿子 可他是我亲爹呀 妈 我 我呢 我能了二十几年 这是我一个能够翻身的机会 我就想牢牢地抓住他 我有错吗 长安 他放着好好的三产公司经理不登 跑过来跟我竞争销售经理 他屠啥呀 只有他想 他想滑气好 我就不想妈 这根滑气 只有他爱成安能做好 我搁台平就不行妈 我就不能妈